这发育也太差了吧 这关名为永别了牢笼 不过这牢笼只能空住巨人四分钟 四分钟后他们将会破龙而出 也就意味着咱们的发育只有四分钟 哎呀这开局除了一朵大老花 其他的植物都不行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关前面的罐子呢 咱们可以用来发育 打死僵尸呢会获得阳光 但是不多 我大概算了一下 打死三到四个阳光 可以种一个卡槽的盒子 这关开局有点背 背就背在咱们开局的植物 能生产阳光的就一个胆小骨 不过好在有财神爷 刷僵尸还是比较快的 把这个大蒜花给产了 免得吃一口去四路那就麻烦了 而且三路有减速 哎运气超好 爆了两个阳光 来个女王呀 大喷你还行 二路小偷 他不会隔空取物 把我胆小骨给偷走吧 这是我唯一生产阳光的植物了 还好拖了个空 漂亮 五王僵尸来了 这种局就得多来五王啊 咱们多刷点阳光是吧 哎呦 女大来了 二路直接开 来咱们 一路也开 三路也开 等等 他不会直接魅惑僵尸跑了吧 咱们还有阳光了是吧 打死僵尸会获得阳光了 不过后面牢笼里面有僵尸 按道理说 这些魅惑僵尸应该是逃不了的 别跑 快给我阳光 漂亮啊 后面牢笼里的僵尸 我怎么感觉它是我帮手呢 哎 一路又来一个五王 赶紧种上 咱们阳光可以续一续 待会儿呢 直接多种一点盒子 它不香吗 喷泉被压了 该死的澡吧 这一关只要有输出的植物 我都是需要的 坑的话就用锤子修复一下 来吧 咱们接着打 哎呦 这坑不应该修复啊 让它起来送阳光啊 坏了 牢笼感觉顶不住了 咱们发育怎么这么差呀 最后面的罐子被巨大的牢笼 给挡住了还砸不开 所以咱们能打的罐子呢 就前面 这两个了 是吧 就目前咱们厂上的植物来看 这属于 严重发育不良啊 兄弟们 哎呦 破了 旅大登场 这下二三四路舒服了 五路辣椒可以炸一下 而且五路 后面还有蜗牛 完全不光 就一路有点麻烦 坏了 二四路他们还是过来的 我去 禁忌毁灭孤 瞬间流转战局 那剩下的巨人不就是玩具的吗 咱们五路还有蜗牛了是吧 而且咱们还有这么多阳光 可以一直变 来吧 你们全部一起上吧 hurrah 好 alleine 感谢 打 打 etaan élé 打 точ 打 打 大 光 贱 by bwd6